3月20日下午,新冠肺炎康复台胞金先生和妻子吴女士来到武汉血液中心捐献血浆,经过一系列的问询、身体检查等评估,两人符合捐献血浆的要求,各成功捐献400毫升300毫升血浆。 当日下午一时许,两人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武汉血液中心新冠肺炎恢复者血浆捐献点,登记个人信息,填写血浆捐献之情同一书,并通过血液初检后,夫妻二人玩其衣袖开始血浆捐献。 今年52岁的金先生在大陆工作已有20多年,妻子、儿女和岳父母都在武汉生活,今年一月底,原本打算带着家人回台湾过年的他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成行。 随后,金先生出现高烧,呼吸困难等症状,CT显示双肺感染性病变,当时体温一度飙升至39度8摄氏度,持续发热十多天,回忆自己染病经历,金先生人心有余悸。 他介绍,当时武汉市内医疗资源紧缺,好在得到武汉市台办等部门的积极协调,自己得以顺利入院接受治疗。 甚至有死亡的机会,甚至自己很不想死的那种状况的时候,才会直约地说,这么多人的协助跟帮助。 所以我来讲说,我是真的很感激,很感谢,很感恩这些医护人员们,还有这些所有的能够协同来做这些事情的人,对我们台湾的特别的关照和照顾的。 住院期间,金先生的妻子吴女士,儿女及岳父母也相继确诊,一家人被分别隔离进行治疗。 吴女士说,在最无助的时候,得到包括湖北省,武汉市台办,以及医务人员的帮助和细心治疗,现在我们痊愈了,第一时间想要回馈社会。 毕竟现在已经上升到全球性的这样子的一个,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了。 我觉得,如果我能够,我自己的抵抗力可以帮到我自己,那我也希望说用这种方式能够帮到更多的人。 从新闻中得知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可以用于治疗危重症患者,吴女士萌生捐献血浆的念头,并得到丈夫的支持。 完成血浆捐献后,金先生二人获得统一颁发的捐献荣誉证书《无偿献血症》。 武汉血液中心成分献血科主任陈寒威表示,两岸同胞血脉相连,感谢他们为挽救新冠肺炎患者生命做出的无私奉献。 全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,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事件以后,然后呢,还会想到目前重症中的患者过来帮助他们,真的很令人感动。 那么尤其是他们是台湾同胞嘛,更加说明了我们大陆和台湾就是一家人,一家亲,血脉相连。